好 再来看到4号晚间10点半左右 一名87年次的罗姓驾驶 开着百万兵士车行经市区更生路的时候 因为不明的原因冲撞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 那么也导致两辆车的车头全毁 而罗姓驾驶也受伤送医 所幸当时小货车驾驶不在车内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以及是否是酒驾酿货 台东警方正在积极的调查当中 从金氏气的画面上可以看见 冰士车直接朝着停在路旁的小货车车尾直接撞上 巨大的撞击力道将小货车整辆车往前推 撞进了前方的电线杆 昨日晚间10点28分左右 一辆由87年次的罗姓驾驶所开的白色冰士车 行经市区更生路段时 突然失控撞击停在路旁的小货车 由于当时冰士车的车速过快 直接将小货车整辆撞进前方的电线杆内 造成两辆车的车头全毁 而小货车的驾驶在听到声响后出来查看 才发现自己的货车变成了废铁 当场傻眼 首先当时小货车的驾驶并不在车上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造势的罗姓驾驶则是被送往医院治疗 至于整起事故的发生原因 是车辆异常或是有酒驾的行为 则有待警方做进一步的厘清与调查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提案 我回来 谢谢大家